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早晨有个朋友在这个YouTube上提了两个问题 其实这两个问题我原来早都我们多次节目当中都提到过 但是朋友问的我个人认为比较中肯 他第一个问题是说现在香港要民主 原来为什么香港不要民主 殖民地那么长时间也不要民主 回归祖国了非要要民主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朋友是不是刚看咱节目了 我原来节目当中早就跟大家介绍过 在我的眼睛里民主不民主 其实是针对今天中共的独裁体制而言的 真正的概念是人家要做人的尊严 他要一个对这个社会本身是服务于人的社会 没错吧 民主社会 在今天的澳大利亚加拿大 它是属于英联邦的国家 他们的国家首脑 名义上的首脑是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 那跟殖民地有啥区别 但它是民主国家 在英国 丹麦 比利时 荷兰 还君主立县 里头还有女王 什么男王女王呢 就那意思了 人有王 那国家 这王从国家里面拿俸禄 养着这么一大家子的人 但他 你说他是民主 还不是民主呢 都是针对共产党的独裁体制 把它称为民主 对不对 而这个任何一个制度 就是一个筐子 这个筐子是保证所有生活在这个政体里面 国家里面的人的尊严 他只要能保证尊严 他叫什么都无所谓 日本还有天皇的 大家听懂我说的意思了 民主 是针对独裁而言 独裁 是扼杀人性 侮辱人的 第二个 他跟我提的问题 就是 他听说法轮功不吃药 有兵不吃药 这是真的不 在早期的时候 我在北京二十多年前 家里有个朋友 家里有个人 急性盲长言 到宣武中医去 宣武中医说 你马上就得动手术 要不然这人就麻了 那我 我跟大家说了 我讲节目都在迷信上 那我跟家里人说 不 不动手术 找个人去 我认识一个人 这个人修老道了 原来在东志门医院 东志门药铺 东志门药铺 做坐堂的医生 大家认识几十年了 我推门进他们家门 那是老的两居屎了 中间的门厅都很小 我敲门进去 你猜人家说什么 来了 王长颜 我敲门进去 人对方说 来了 王长颜 信不信 随你 我们就 你不信就听故事了 这都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的 往那一坐 那地方很小 就跟那小的两居屎来 这哥们就倒杯热水 波林杯 搭暖壶倒杯热水 说没事喝杯水吧 家里的人就喝了杯水 喝水的时候 然后这个朋友跟我说 说你把手伸过来 我就把手伸到他们两人之间 他们之间就这么远 在茫长这个部位上 你知道放凉水 秃秃出凉气 如果水管没水 啪啪啪出凉气 就那个 就从这个人的茫长这地方 就出着凉气 而这个学道家的医生 你只能叫他医生了 从他的这一侧 你就拿针 多手臂 小针尖 啪啪啪这么多 是一样的 十秒钟 没事 有病要吃药 上玄武中医 把肚子拉开 你有病 所以打开你的想法 我有时候 朋友可能听着 我说的着急了 还佛家不慈悲了 我着急 没跟你说 当傻大姐被人耍了 但是现在呢 那些耍大家伙的傻大 那些东西呢 该遭报应 网上有篇报道这么说的 这是法广的一篇报道 四中全会应该了结周永康的案子 四中全会星期一开幕 如何处置周永康 受众人瞩目 人民网报道说 依照周永康卸职前的级别 他的伪计审查 应该在四中全会上有个了断 人民网自己说的 那我的眼睛里说 如果强调依法治国 那干掉前任的中共党内的 最高的司法机关的领导人 来建立国家的法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第一个 第二个 围绕周永康 我的眼睛里 一直围绕着活摘器官的事 这事你不能冤枉人周永康 我说不能冤枉的意思 就是说 那你今天依法治国 你就把曾经的政法委书记 和曾经的公安部长 他们以党和国家的名义 践踏司法 如何对人类 对人进行摧残 如果真的活摘器官存在的话 那叫反人类罪 那是灭绝人性的 那如果相当一部分 在外围的环境当中 人们透过各种渠道 已经认为这件事情 在他身上发生了 那你十八大要 依法治国的话 那你就把这件事情的真相 给大家拿出来 再踩在他脑袋上 你别冤枉他 也七十多了 对不对 那七十多要入土了 你冤枉含冤而去 不忍心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做了 真做了那么邪恶的事情 带中了全国公检法 对不对 公安 国安 武警 所有军队的医院 包括军队的后勤系统的 整个这样的人 都参与了活摘器官的事情 长达几年 那你如果法律 想依法治国的话 把这件事情的真相 公布于众 就在他肩膀上 所有人都得信你 今天真的是依法治国了 因为你把真相 给了所有的人 你把那些 可能上百万 上千万的冤魂 给解脱了 优优独播剧场 那与此同时 在云南 我跟大家说过 云南跟政法委的体系 关系太深 那在2014年 咱说句实在话 云南控制的地盘 跟今天习近平 王岐山导弹 爱国者导弹 他们真导弹 所以今天 今天爱国者 给干死自个儿了 BBC有篇报道这么说的 云南官场地震持续 那昆明常务副市长 下马 那就把昆明要连锅端了 52岁的李喜 是昆明本地人 08年担任昆明市的副市长 今年6月25号 升任省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今年6月份才上来 现在10月份就被干掉 才干了4个月 常务副市长 所以找他的毛病 一定是在之前的 08年开始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跟大家 我原来跟大家讲过 江泽民拍戏的人 原来是卡位 就是利用什么 像四中全会了 三中全会了 什么开18大 17大 16大 15大了 开大会的时候 他选位置 我的人马 当这个位置 然后就把你们掐死了 强调的是集体领导 今天习近平不是 你爱当什么官 当什么官 我不管你 但是我瞄准了你 我就整死你 看脑袋 他这么敢 大家路数不同 有玩枪的 有玩刀的 那与此同时 纽约时报 对梁振英的一次接见 就是回答外国记者问题时 做了一个重点的报道 梁振英重申 不会向战中让步 梁振英为中共的立场 做了强有力的辩护 北京认为接替他的候选人 需要是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员会产生 这是牵扯到普选的问题 然后梁振英跟记者说 这将使得香港的下任行政长官 免受 免受啊 避免的免 免受要求创建一个 福利体制的公众压力的影响 让政府能够实施更多 对工商界友好的政策 来解决经济上的不平等问题 网上流传照片 梁振英说 如果普选的话 那就会造成香港的政策 向穷人倾斜 疯了 给梁振英逼疯了 说出这话来 对吧 穷人 在他们的眼睛里不是人 没资格 穷人 不是香港的主人 对不 而他讲这番话 纽约时报就讲了 这不就会促成 那些穷人 只能上街头 去推翻中共吗 我跟大家说过 梁振英死定了 今天他说什么话 是因为上面开会 没人给他下指导了 但是他自己在寻找的路 他贼聪明了 寻找的路 寻找的自己能够解脱的路 可是他没地儿去了 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概念 我说 北京人有句话叫傻奸 傻奸 妈这哥们傻奸 傻奸 不是傻而奸 而是因为他奸而傻 他不是傻奸 他是贼奸 贼奸 应奸而成贼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